不用烤箱不用油炸就能做的爆浆红薯饼 一口一个超级香 切好的红薯 上锅蒸15分钟 蒸好后加一勺白糖 一勺牛奶 用叉子倒成泥 越细腻越好 每天分享一道特色美食 您可以留个关注 方便想吃时找得到我 加一把芝士碎 抓拌均匀 取一块团成圆球 饺子皮感薄一点 放上红薯球 用自己喜欢的手法包好后压成小圆饼 平底锅刷油 放入红薯饼 表面蘸些水 撒上白芝麻 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爆浆红薯饼 奶香味十足 咬一口还会爆浆哦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